小鲜啊 这个地方 明轩哥 你还记得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里玩吗 我当然记得 这不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个秘密基地吗 快点 浅浅 小鲜姐 挺好 浅浅 小鲜哥哥 快来保护我 放心 我保护你 小鲜也是哥哥应该要绕着飞飞 想什么呢 我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玩 那个时候 我哥他总欺负我 但你总护着我 明轩哥 现在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这里呢 跟咱们小的时候没什么变化 还是一样 那你又来过这里吗 长大了以后 咱们不就是没来过了吗 但是这个地方 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婚姻 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小秘密 小秘密 这有石头啊 这 仙佳 你确定是这儿吗 我 我想一下 算了吧 明轩哥 因为我眼镜也看不到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等我手术之后 我自己过来取 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你终于决定要做手术了 我决定了 就定在我生日之后 我生日要举办个聚会 明轩哥 你能来吗 莫菲 我特别羡慕你说的那种 惦记脚尖就能触碰到的幸福 所以你的那个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他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际 而且他这个人呀 对人都冷冷的 就是一个激动的冷鬼 所以我之前还有一点讨厌他呢 那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中国元素 都很热爱 所以就有机会 让我们慢慢地越走越近 但是你也知道的 想接近太阳的星星 何止我这一个呀 我们中间隔着银河和月亮 所以啊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就当我要放弃 就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呀 他勇敢地站出了一步 拉着我的手 让我看到了他的决心和态度 然后 我们就突破了层层阻碍 就 就在一起了呗 所以 所以你的太阳为了你 放弃了整个银河和月亮 嗯 最后选择了你这颗默默无闻的星星了 莫菲 你真的好幸福啊 在我看来 你一定是他心目中最亮的那颗星 我这个大胸口都要被舔死了 行了行了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那是一场 无奇而终的单恋 没关系 不想说我们聊点别的呗 其实 这件事情已经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说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说 我们两家关系很好 她比我年长几岁 所以 从我一出生她就陪在我的身边 我们可以说是 青梅竹马 能当户对 她很疼爱我 甚至比我的亲哥哥还要疼爱 每当我遇到什么事啊 她都会替我顶着 渐渐的 渐渐的 我长大了 我发现我对她的爱 不仅仅是兄妹的那种 我甚至幻想有一天能够穿上婚纱 她跟她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 恰巧她妈妈也很喜欢我 于是就来我们家提亲 当所有的人 都希望我们两家结合的时候 唯独她反对 为什么呀 就爱情来衡量的话 她根本不喜欢我 只把我当妹妹 当时的我还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我就夫妻离家出走 一个人去了非洲 断了和这边所有的联系 在那边一待 就是三年 那她有没有去找过你啊 应该 也找不到吧 那你现在 还喜欢她吗 我 对她的感情很复杂 不是单纯的爱情 也不是单纯的友情 其实现在看来 我觉得她当时不是在逃避 是一种对我的保护 她是害怕 伤害那个脆弱的我 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 也不一定会幸福的 她现在也对我很好 她会经常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从来 她在说 是极其他 爱丽丝 你看你这么善良 那你喜欢的人 也一定很善良 你也是 喂 什么 你来医院了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去啊 拜拜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要走了 没关系 你先去忙你的 我们改天再聊 那我先走了 你照顾好自己啊 好 别让你的王子等急了 赶快去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哎呀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突然跑到医院来看 我刚才去你们家 你第一次说你来医院了 怎么了 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你看我后崩了一条哪里 又不舒服啊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找朋友 嗯 你下次能不能去哪儿 提前告诉我一下 我说你控制欲也太强了 我不是控制欲 我是欢喜你 好吧 走吧 我看你随机那个电台 直播得挺频繁的 工作忙 还有电台直播 就是没时间陪你男朋友 哎呀 不是啊 是我在这儿遇到一个朋友 他得了很严重的病 所以我又没有时间来看他 就以这种方式陪伴他呢 是谁啊 男的还是女的 你的 而且我说了你 我说什么 看来你最近有很多小朋友 我说他就知道你 我说你 不过 谢谢大家